说到传统文化 今年的双十一期间 越来越多消费者为国货买单 新国货的代表汉服 从国内火到了海外 成为了年轻人的新时尚 今年也是曹县火爆出圈后的 首个双十一 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曹县看一下 现在林月身上穿的 就是一件明治汉服 是汉服的种类之一 大家好 我是一件汉服 只要穿上我 相信你也可以穿越回古代 瞬间变得美美的 我出生在何泽曹县的戴极镇 这里可是我们很多汉服都不像 现在全市场汉服市场的话 就是每三件汉服 其中就有我们曹县一件生产 不管是从规模 从体量来说 三分天下是名副其实 三分天下 尹总说的真的是非常的霸气了 我们也了解到 在曹县生产厂家 已经到达了两千多家 线上商铺也已经超过了两万家 年销售额更是已经超过了19亿 那百文不如一件 这规模 您走不带我们去看看吧 可以 走 我们先到街上看看 咱这里是做什么的呀 就是汉服印花 所有的印花的产品 做卖这个博妆之类的 就是咱这个做衣服用的那个 我们是裁剪的 做这个汉服 就表演服这一类的布皮 在我的老家 曹县 戴极镇 路两边 全都是这样的一些店铺 每个店铺里的商品 可都是组成我的一部分呢 就是整个这个产业都已经很完整了 对 很完善了已经 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一个城市 能达到我们曹县这个 戴极镇的这样一个规模 那汉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您带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那是这样子 那你就到我工厂 因为从我的工厂里面 现在从绣花 到熨烫包装 到缝纫都一体了 现在可以到厂里面看一下 走 这里就是我和很多汉服兄弟姐妹的家了 大家都喜欢我的精美 却不知道要想做出一件汉服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汉服的生产车间里面 大家看我身上的这件汉服啊 它们有钉珠 有绣花 裙子上呢还有鸭褶 那尹总 生产这样的一件汉服 大概需要什么步骤啊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以明治汉服为例吧 就是说我们看马甲 笔甲要绣花 并扣 反正是裙子是印花 这一套工序下来 如果我们按500件一个量起并的话 要15天才能出货 这一板就是铺上 从开始第一针扎下去 到最后绣完要4个小时 大概多少针 40多万针 你可以试一下 来 确实是很好看 包括这个针角特别密 感觉非常的重工 听听刚刚说的那些数字 你就知道我有多复杂了 其实我不仅做工精美 还带有咱们山东原创元素呢 这个是咱们朝鲜 朝鲜这边原创 自由版权 自由设计的 现在都在做原创 没有就是说模仿啊 比如说这块就很少了 为了让我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设计师们可是费了不少心血 也给我注入了更多山东元素的特点 现在是不是超级想把我带回家呢 不过我可要告诉你 在这个双十一 我可是很抢手的哟 我们预售款呢 现在是缺货 忙到什么时候 现在都是 你们看打电话都催加工厂 出那个 出这个 现在因为是 一定是卖的款 一定是缺货了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我们所有的员工 包括我 包括我们胡总 我们所有的领导 每天晚上都是在加班到凌晨 不免夜 你们能理解那种心情吗 就是真的 每个人都非常的亢奋 非常的兴奋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多 马上过零点 就是万众期待的双十一购物节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物流舱里面 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打包发货 走 我们去看看 咱们今天还有多少件包裹要发 大概还有一百多吧 还有一百多件 对对 我看那天这么晚了 但还是都活动 每个大家都在加班加点 对 因为它今天毕竟双十一嘛 然后现在就是物流的话 就是尽可能就是保证 他们买家就是 现在付款了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尽快发货 然后争取最快的速度 送到买家手里 听到了吗 购买曹县汉服的朋友们 你的快递就在向你奔赴而来 根据天猫双十一最新公布的 国货产业带出海热榜 双十一期间 曹县的汉服产业带出海销售额 同比增长翻番 传统工艺走入现代商业 传统文化遇上当代场景 希望有更多带有山东文化元素的国货 能够成为爆款